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喜欢拍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现在你问我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 还是想拍回古装戏吧 2019年关于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热搜是什么 2019年关于自己热搜 不记得啦 不太记得这一封写 自己最喜欢用的表情包 表情包 就是微笑啊 更喜欢自己顺毛还是背头 我觉得背头啊不是说喜欢 就是背头凉快一点 顺毛好热 春节有什么安排吗 我想只是想如果早收工的话 我想回家陪陪家人一起吃个捏饭吧 春节必吃了三样东西 嗯 其实没有什么必须要吃的三样东西 对我来说 因为我工作环境的原因 我觉得一年到头来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鞋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吃饭随便吃什么都好 然后聊天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当然是光只有吃的肯定不过啦 因为我们广东人比较讲究一头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会肯定必不可少 就是有王老吉 对 过吉祥年和红瓜王老吉 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谢谢 2019的Flag实现了吗 什么方面 离开横店实现了 但是2020年我想回到横店 2020年又有什么新的目标 再离开横店嘛 然后2021年再回到横店 新年有什么祝福给到大家 其实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就是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我就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送你烦恼 公开发车 然后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 然后失业 还有理想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 还有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啊 我马上赶回家 但在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新年嘛 会吃的量比较多 还有就是你能常备年活是什么 给你看一下我常备的年活 王老吉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大吉大利 祝你新年王老吉 收获好运气 希望大家在2020年都能够开开心心 事业有成 主要就是鼠年大吉 干杯